那个车过去了吗 我不知道 那车没过去 那车陷进去了吗 我不知道 那咱们呢 这 那你看他车停着呢 我就不敢过了 这是什么情况 问一下那个 那个后面的大姐吗 这水深吗 这块水深全都那道深 前面还有一道呢 那过不去了 看技术呗 看技术 我现在不知道道路咋样 道路他不走着 道还行 就是水深 他走着呢 能有多深 只到车那 没过轮胎了 没落过也差不多 拖给去了也差不多了 那么深 四十多公分 我的妈呀 那这个等落了再走着呢 拖过去吧 一百块钱两道河 一百块钱两道河 要不然就得自己过去 对 要不自己开 感觉行就自己开 不行就上拖车 我的妈呀 你那件事 刚才有个GX8掉里了 掉里了 它就是那个 过水没过去 枪里头了 啊 枪路了 对 我的妈呀 这条路还真是的 你感觉行就自己开 不行就上拖车 很简单的事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刚那个车 过了前面 这儿有一个 前面还有一个是吗 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深 但是没有这个长 这个长 啊 这个这个多长 不就到前面呢 到前面一拐弯就没了 但是前头那深 主要是前头那个 啊 这个其实没事 对 哇 挺深的 挺深的 天呐 我的妈呀 我现在你知道吗 就这个 就这个油门我都不敢松 一点点都不敢松 我只能是越踩越往下踩 这没事的 这没事的 哇挺吓人的 哇操 哎我去 但是前面还有一段吗 就是这 这个车应该过去了 这是没多深呢 下去问一下吧 只要路好走 你知道吗 咱就能过去 就一脚油门的事 你看那个人站到那 是差不多到小腿以上 这个就接着吧 哎哟 前面那个车 那个白车如果能过来 咱们就能过去 咱就能过 我现在看 我主要是不知道路 路好不好 哎呦天哪 下去跟 跟那 跟那人聊一下 现在都在这等着呢 他也等咱呢 对呀 都互相等吗 还行还行 还行还行不是很深 他过来了 他顺利过来了 他过来了 哇 还行还行 还行 太棒了 我们过来了 你知道我过那个时候真的 老紧张了 这是我这辈子开车最紧张的一回 我一直都闭着眼睛在倒高 终于顺利通过了 今天是我们来满洲里的第四天了 这两天呢 也是断更了两天 然后从市委出发之后 一直到满洲里 这一路的风景呢 还有我们俩的生活呢 也是都没有记录的 好多人以为我们俩在生气呢 又吵架了 其实没有 这两天我们俩过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因为从市委的时候 他就说他最近的压力比较大 想放松一下 然后我们两个就什么都没有干 就放下了所有的东西 也是任性了一次吧 过了一下属于我们俩的二人世界 现在也该回到生活的正轨了 今天最后在这再待一天 那天呢 就是继续往前走了 这两天 我们一直在这个酒店住的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 住宿 我们住这个酒店是39块钱一天 环境非常非常的好 给你们看一下 李进门这个右手边就是卫生间 在卫生间对面呢 这是一个玻璃式的推拉门 这个里边就是可以挂衣服放鞋什么的 我们这个是一个家庭床 一张大的双耳床 还有一张单耳床 看这个屋的空间 真的是太大了 比正常的酒店要大很多 还有三张的桌子 他这边这个墙上的风格 就相当于我们古代那种 清明山河图的那个 然后在这个对面呢 放着两张俄罗斯的艺术画两边 中间是一个山水画 哎呀这个太漂亮了 我好喜欢呢 现在满洲里这边天冷了 过了十一之后呢 也是这边的旅游淡季了 所以说酒店呢 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然后这个价格下调的 真的是很厉害 大约平均价在四十块钱左右吧 就能住上我们这样式的酒店了 一直到明年的五月份 但五月五一之后呢 天暖和之后 这边价格又调上来了 但虽然说酒店住宿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呢 这吃饭真的是很贵 一个面大约在十八块钱左右吧 是以上 盖饭呢 在二十块钱以上 这是我们走东三省到内蒙 这是物价最贵的一个地方了 虽然说这两天是放肆了几天 但是也做了很多事 就是来自第二天呢 陪他去医院看了一个病 做了一个检查 还好呢 他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一下反正我也是放肆很多了 真的是 要不然他这个病真的是 太困苦了 你知道吧 反正没有事了 我真的是 瞬间心情好很多 还是你跟他们有病的 对呀 你有病吧 整体就跟我有病似的 就好像我照顾不好你似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 嗯 然后呢 我们又把这个车呢 放到4S店去检测了一下 检测这个电瓶哪有漏电的问题 电瓶呢 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他给我的数值是99% 漏电呢 只有一个行车记录仪是漏电的 然后他说帮我设置好了 让我再开几天再试试吧 但是他们每次检查都是这个结果 我现在不相信他们 对呀 但是他的报告是反正都没有问题 现在只能再开几天看看吧 如果说再有问题的话 只能让他 换电瓶 换电瓶或者是干嘛吧 只能这样了 还有就是今天把雪糕呢 给宋爵洗了一下 哎呀 出来有40多天50多天了吧 从来没有洗过的 从白车一直变成黑车了 今天洗完真的是太开心了 感觉他又换了一辆车一样 心情愚 嗯 而且咱们出来的时候 那个小哥还追出来给我们擦测呢 人真的 真的特别好 这边的人是 给我们俩印象当中 算是走这一路来 最好的一个地方了 人最热情的一个地方 没有距离感 对 然后我们俩现在呢 也都是调整好心情了 明天呢继续出发 这次呢准备深度的有内蒙了 不准备去大城市了 就是走到哪儿停到哪儿了 把脚步把节奏呢慢下来 因为现在计划还是有变化 原来计划是按照边境那么走一圈 但是现在好像不大好实现 因为疫情嘛 有的时候就一段一段 新疆那边又去不了了 毒库公路呢又疯了 对而且咱们时间规划的确实也不是很对 所以说这次呢 今年不准备去新疆了 今年年底呢 我们俩就准备到年底的时候 到海南就行了 把正事给办了 我这是什么正事 你猜一下 我告诉你 你大人这都明白 然后明年呢再去新疆或者西藏嘛 先目前是这么计划的 但是路上肯定会有变化的嘛 这次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俩 最近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反思吧 也是想呢把更好的更精彩的内容呢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呢就是对某一个地区呢 有不一样的理解 也对我俩有不一样的理解 你不要老是跟我生气了 大家对你的理解都有 太差了 行好了那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